哈囉大家好我是Terry 如果你有關注我的 IG 的話 應該有發現 我其實最近很少發投資相關的動態 我通常只要買什麼股票或是投資 我都會即時發在我的 IG 動態上面 除了那些被動持續定投的 S&P 500 指數的 ETF 像是 VOO 跟 VTI 都還是有在進行 那些是直接從我的薪水裡面扣掉 不管市場是好還是壞 我都不會做任何的改變 那我自己在過去這幾個月 選股投資這上面 像是特斯拉這些我比較看好的公司 最近兩三個月 我很少有買入的交易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覺得目前市場 還是處在一個非常糟糕的情況 甚至更大的危機正在慢慢的浮現 那影片開始之前還是一樣 影片都只是分享我自己個人的觀點跟研究 不是任何投資的建議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影片的話 記得一定要幫我點個贊 因為你知道 點贊只會花你0.3秒的時間 點完了嗎 那我們開始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一下目前的趨勢 全世界高通貨膨脹率 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戰爭 還在持續進行 從2月開始到現在已經打了半年多了 那其實說真的有點超過我的預期 我以為頂多三四個月就會結束 戰爭是一個對經濟發展有 非常大破壞性的一個活動 雖然說在歷史上發生戰爭 不一定都會伴隨著經濟衰退 但是為什麼這次戰爭影響這麼大 隨著現在全球化的經濟體系 你基本上買什麼東西 例如像是一台iPhone LCD的面板可能是日本產的 半導體晶片可能是台灣做的 陀螺儀的傳感器可能是歐洲產的 那最後組裝這個部分可能是在中國 所以其實越是接近現代的戰爭 對整個世界的影響會比以前更大 因為全世界都在互相依賴大家提供他們本地的原物料 或是服務 來降低總體的生產成本 如果一支iPhone所有零件跟組裝都在美國本土製造生產的話 那它的成本會是現在成本的三倍 我們也沒辦法用現在這樣的價錢去買到一支新的iPhone 那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戰爭 為什麼會造成這麼大的影響呢 首先是原物料的供應受到的阻礙 像是烏克蘭跟俄羅斯這兩個國家 大麥跟小麥這種基本糧食的供應量 佔全世界總供應量的三分之一 那你可以想像很多發展中的國家 都需要依靠進口這些糧食跟原物料 那由於戰爭的原因 供應量受到的限制 進口的成本就會變高 導致那些非常依賴進口的國家 當地居民需要花更多的錢才可以買到這些原物料 就造成了第一個層面的通貨膨脹 那通貨膨脹就會造成本地生產成本提高 所以同樣製作iPhone的一個零件成本在那個國家也會提升 所以最終會把這個通貨膨脹在第二個層面帶回給全世界的其他國家 另外俄羅斯現在停止了很多對歐洲國家的天然氣跟石油供應 天然氣跟能源的成本提高了 不只造成人民需要花更多的錢去交電費 製造業跟工業的成本也會提高 然後生產力就會跟著降低 等於說最後還是一樣直接會反映在物價上面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歐洲有能源短缺跟高通貨膨脹率的慘狀 那因為能源短缺跟經濟衰退的恐懼 我在錄這集影片的時候 現在1美元可以買到1.01歐元 上一次美金跟歐元等值的時候是20年前了 那個時候美國也是在經歷一個非常糟糕的經濟衰退 S&P500指數從最高點跌了將近50% 其實歐洲比美國還要依賴 俄羅斯對他們的能源提供 所以說我覺得這次打仗會結束的一個可能性 就是歐洲這些國家放棄對烏克蘭的支持 因為他們自己已經經濟快支撐不住了 不可能一直往那邊送武器 所以說這個戰爭要是不停止 會導致很多本身經濟脆弱的國家破產 像是埃及 目前已經在破產邊緣 他們其實非常依賴這兩個國家進口原物料 不只是嚴重的通貨膨脹 因為大量的國家外債 都是以美元來計價 那隨著美元飆漲 這個債務缺口也會越來越大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經濟的暴風圈 由於戰爭導致供應鏈受到影響 加上原物料跟能源成本提升 造成其他國家的通貨膨脹 那通貨膨脹會造成美聯儲要上升基礎利率 所以就會造成美元變得更貴 因為美金的利息變高了 那需求同樣也會增加 第二個原因就是其他國家跟投資人 也會把資金轉移到美元上面來避險 對於一般的民眾來說 你可能會覺得美元上升好像是一個好事 現在如果去歐洲玩 或是亞洲其他國家玩的話 對美國人來說基本上所有東西都是15% discount 其實美元上升對美國本土很多企業 受到的影響是最大的 像是iPhone在中國的標價 就會因為美元上升 以人民幣標價來看的話會變得更貴 那就會讓消費者尋找更便宜的選項 導致競爭力降低 還有就是因為全世界都在通貨膨脹 所以從其他國家進口的那些原材料 或是生產成本都會提升 所以造成美國本土的企業 你要再生產更多的東西 那成本就會更高 直接會影響到企業的利潤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其實這就是一個死循環 根本的問題沒有解決的話 只會越來越嚴重 那我們先暫停一下 今天這集影片是由銀透證券 Interactive Brokers贊助的 銀透證券是一家總部在美國的證券交易公司 如果你想要買美股港股黃金 或是任何一個金融產品包含加密貨幣 都可以在銀透證券上面購買 一個賬戶就可以購買超過150個市場所有的理財產品 在台灣如果你想要買美股或是海外的ETF 很多券商的付委託後台都是透過IB 銀透證券的後端來購買的 如果你想要使用我認為報價最精準 最專業的交易平台 在這邊我推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IB IB本身已經有超過40幾年的歷史了 以往主要的服務客戶群是基金管理人 但現在已經開放給大眾 超過200多個國家的用戶使用 絕對是老牌安全的交易平台 那他們的加密貨幣交易成本也是非常的低 跟美國最大的合法交易平台 Coinbase Pro 比起來手續費基本上便宜了70%多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影片底下的資訊欄找到連結 那另外一個有可能造成全世界更嚴重經濟衰退的未報單就是 沒錯還沒結束 中國房地產的危機 中國人是世界出了名的愛買房子 尤其是在北美這邊其實特別明顯 那些中國人喜歡買的地區 房價一般都會比其他地區還要貴 而且中國的GDP裡面 房地產行業佔的比例非常的大 有29% 另外中國人的資產有70%以上都是在房地產上面 相反的房地產佔美國人的總資產比例不到19% 所以說房地產基本上就是中國人的命根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危機存在呢 這一切都要從一家公司叫做 中國恆大集團說起 它是中國第二大的房地產公司 也曾經是世界上最有價值的房地產開發商 那這大概是去年9月發生的事情 恆大集團傳出了債務危機 欠供應商還有債權人和投資人將近3000多億美元的債務 3000多億美元是什麼概念呢 相當於中國GDP的2% 那為什麼造成這麼龐大的債務違約呢 最主要還是要歸咎於人心的貪婪 因為中國人太喜歡買房子了 等於說地產開發商只要蓋房子 基本上都能賣掉然後賺錢 所以就慢慢造就了這些建商走一些旁門左道 不該操作的方式 一般呢房子開始的時候會有一個建案 那在什麼東西都還沒有蓋的情況下 一般會跟買家收30%的投機款 然後他們會用這個建案的地 再跟銀行做抵押貸款 加上買家給的投機款呢 繼續的用來買更多的地 來開啟更多的建案 然後再用這些建案 繼續重複循環做同樣的事情 導致最後沒有錢去把已經開始的建案給完工 造成爛尾樓在中國變成一個很常見的現象 那這種行為很明顯就是一個龐氏騙局 為什麼銀行會讓這些建商無限的循環貸款呢 其實在中國地方政府都有業績要拼 他們拼的就是人口增長速度 那地方政府為了這個業績 他們會刻意的去放鬆建商的貸款條件 讓建商可以加速的開發當地的房地產 來提升人口增長的速度 恒大集團只是一個開端而已 還有很多其他的建商在今年也是一樣 陸續被列入黑名單 然後被證交所強制暫停交易 像是中國的世貿跟澳元地產 在中國目前已經有328個建案 買家他們已經開始向銀行抗議跟拒絕支付貸款 因為他們買的房子很明顯就是沒有要繼續完成 最終有可能變成爛尾樓 那我們從這張圖就可以看到 中國新的房子 價錢從今年5月份開始有了負成長 那如果今天這個事情是發生在美國 很可能就會重新上演一次2008年的次貸危機 但是在中國呢你也知道政府呢其實就是老闆 現在呢他們就是直接撥款來解救這些開發商 讓他們可以把爛尾樓給完工 但是越多的這種救援就會造成越多開發商貪婪的心態 你想想看如果你是開發商 你一定會想說既然政府都會出來救 那能趁現在多撈一點錢當然要趕快撈 那這個事情最終會演變成什麼樣子呢 會不會造成一個比當時美國2008年次貸危機還要嚴重的事件 沒有人知道 不過我知道的就是 首先中國人口的增長有明顯的放緩 直到2020年中國的人口增長率只剩下0.39% 如果建商繼續不斷的開發 只會造成更多的房地產最後導致過剩 然後影響中國的房市增長 而房地產又是佔整個中國GDP將近三分之一 如果今天中國發生了房產危機 一定會波及全世界 而且中國的GDP又是全世界第二大 那你可以想像如果這個炸彈爆炸了 會對世界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覺得不會只是2008年美國的那個規模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現在世界經濟真的不是很樂觀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跟觀點 但是通常在這種亂世才會有致富的機會 或許可能一兩年之後 整個世界的財富分配又會大洗牌 沒有人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自己呢 目前還是保持著一個比較保守的投資方式 我還是一樣每個月會定投大盤的ETF 因為我知道在過去的100年 不變的真理就是 不要去time the market 因為市場最後都會獎勵那些長期的投資人 自於個股方面呢 我現在手上囤積了很多的現金 我會繼續投資 我認為有很大潛力 可以熬過經濟危機 有強大現金流的公司 像是特斯拉 那如果你想要去試著找市場的最低點 我個人認為現在可能還沒有到 現在所有的上漲都是 Bear Market Rally 它其實就是一個陷阱 在熊市的時候 讓你產生幻覺以為熊市已經結束 其實只是大盤割韭菜的一個短期反彈 根據這張圖呢 過去七個熊市裡面 市場到達底部的時間線 平均是美聯儲開始 第一次降息的11個月之後 所以根據這個數據 或許你可以大致上去猜測市場底部到底在哪裡 那還是一樣 我如果有買什麼股票或是投資呢 我都會盡量在我的IG上面跟大家分享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追蹤我的IG 那如果今天這集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一定要幫我點個讚 因為這種影片 我需要花好幾個小時的時間 去Research跟製作 那只需要花你0.3秒的時間 一個讚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也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不想錯過類似的影片的話 那我們下次見囉